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就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有很多的前辈他们都出席了各式各样的活动 井仔继续留守在这里去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夏宝龙主任在致辞的时候提出了很多的事情 其中一个是大家可能同一样 都是等到颈都长了的23条 还有一些假新闻法类似监控众筹的法案 还有在未来几个月就会再次出劳的区议会 究竟会变成怎样呢? 另外还有 究竟香港随约復偿之后 游行这件事又会不会復偿呢? 还是永远都会有限制就是说 不得多于一百人那样呢? 在这里买一个关子先啦 总之夏宝龙主任绝对是心在香港 为香港的国安打了一枝强心针 因为毕竟现在香港 看似平静的水面 实质还是暗流涌动 更加需要多加注意的 另外有很多人都抹黑香港就说 香港因为19年了 所以不乖啊 不乖啊 香港就不会再受到任何特别的照顾了 但是啦 往往事实就可以击败谣言啦 在4月10日至13日的时候 习主席也都南下地去视察广州啦 在当中呢 亦都有提起香港在国家当中的重要性 有时候呢 我们人就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出身啦 当然啦 大家都希望自己会有一个富裕的家庭 但是呢 这些没办法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能够成为香港人呢 我们已经比起其他人已经幸福好多啦 因为香港呢 是一个机遇处处的地方 再加上呢 有国家的看顾之下呢 香港人能够所拥有的机会呢 已经是太过幸福啦 已经是比起其他人呢 是多出不少啦 那么待会呢 和大家慢慢去看看 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大家记得 留言 订阅 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和记得按下隔离的钟仔 那么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啦 夏宝龙主任呢 就在今天 在出席这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开幕典礼呢 就致辞啦 那么他就说啦 今天呢 就是第八个的国安教育日 那么好高兴见到大家啦 那么也都引述回习主席的说话 语众心详去说呢 香港不能够乱 也都乱不起 那么要排除一切呢 是干扰罪精会臣的事情 那么主力呢 要去谋发展 那么和呢 要维护国家安全 那就去推进一国两制 然后啦 下主任也都提到呢 19年的黑暴示约啦 周围呢 打杂啊 抢啊 放火啊 烧啊 那么企图呢 是将香港从祖国分裂出去 但是呢 香港和暴徒之间的抗争 狮子山的精神呢 也都令到香港就肉火重生 又自及卿 那么表示啦 付出了这么多努力 和代价所换回来的事呢 那么要更加珍惜 那就要 昌荣繁荣 千万不要衰败 那么作为香港人呢 就要团结 不要撕裂 那么也都要文明法治 就不要野蛮 这个呢 才是香港人的共同心声 然后啦 也都提醒呢 香港的公务员呢 就要实缸 那么面对誓言呢 政府是要深入基层呢 去听取意见回应市民 令到市民呢 是支持政府的司法的 那么也都提到啦 维护国安呢 是需要斗争 是需要牺牲 那么司法机构呢 就多关心社会的利益 那么面对美国的制裁呢 是无畏无据 那么国家呢 为司法机构呢 就大大点个赚啊 另外也都提到呢 爱国爱港的力量呢 是香港的支柱 那么暴力呢 就吓不住的 也都压不塌 那么继续呢 是爱国爱港 那么一九年的时候呢 有人呢 是憑着良知去守护香港 例如呢 面对那些暴徒 掉国旗下海的时候呢 有人就会重新 执起之旗 和自发呢 是组成护旗队 那样 那么下主任也都继续说了 别有用心的人呢 是不愿意见到香港好 那么反中乱港的份子呢 是千方百计搞破坏 那么要提高呢 去警惕这些的敌人呢 那么大家呢 要好好把握 和助力特区政府 有效呢 去解决深层次的矛盾 好了 那么跟着就去到二十三条啦 那么就提到呢 香港好多优势 好多优秀的法律人才呀 那么呢 所以呢 二十三条的立法呢 能够立法就能够进一步呢 是去保护好国安啦 同时呢 亦都强调呢 在这个五颜六色的社会呢 无论哪一种的政治立场 只要是尊重法律和国安法的话呢 都可以自由生活和工作都可以呢 安心去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亦都说啦 就是国安和表达利益诉求呢 就不冲突的的 游行呢 就不是表达诉求的唯一方法 过去呢 环保啊 和民生的游行呢 就很容易被骑劫 诱发社会的对抗 但是社会呢 就应该要包容 求同传意 理性沟通 然后下主任也都对香港的年轻人呢 就相信呢 他们是大有作为的 会成为骄傲的一代啦 未来呢 会有无限的可能 就如同早上的太阳一样 就普照大地 那么任何的职业呢 都可以行行出状元的 其实呢 新闻的内容好多啦 因为下主任讲完之后呢 李家超也都有讲啦 跟着其他中联办的官员呢 亦都有去分享 那么我无谓就整集在这里读新闻啦 所以呢 我只是抽了些重点出来 和大家读到来这里就算啦 那么23条啊 假新闻法啊 防止制裁那些呢 我在之前的集数和大家说过呢 我见到政府的口吻 我就会觉得今年没有希望啦 不过好彩呢 中央和国家留意到这一样东西 那么当夏宝龙主任再次提起的时候呢 可能就已经会令到整件事的性质不同了 那么没得再慢慢拖下呀 又说要慢慢审视呀 要努力审视呀 需要时间审视呀 那么毕竟呢 那么毕竟呢 即是国家的情报网就会给我们这些小人物 看到更加多更加深更加阔的东西 那么恐怕呢 都是知道呢 香港仍然有很多的潜伏分子在里 那么所以才希望呢 香港除了经济要復常 民生要復常之外呢 那么关于国安呢 亦都要尽力做 因为如果国安永远是同经济发展分开的话呢 那么就等于好了伤疤忘了痛咯 因为19年正正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就是说 当你将政治国家安全 和经济民生发展是完全独立分开的话呢 那么就像14年那样 有班人就着国民教育搞事的 最后就只是小情大戒了几个扰乱秩序的执行人 然后啦 去到16年鱼蛋事件的时候 接着占中的时候 往往被捕被惩罚的 都是极端的少数人 极端的少数暴力分子 那令到有好多呢 是掩住掩住有机会危害国安的事情 没有去处理 又或者叫做呢 哦 只是做小小 那有好多事情没有去处理的时候 结果就酝酿去到19年就成为大错 继而呢 就全面爆发了这些反中乱港的事情 那么现在的香港呢 经济要復甦 什么都要復甦 但是呢 虽然人的精力有限 是不是 但是啦 对于黑暴的事情呢 都不应该假扮看不到 又或者不努力去处理 因为呢 这样做的话呢 其实是令到那些黑暴分子 有得休养生息 有得以日代劳 有得呢 继续去一边赚钱一度备战 那对着黑暴来说呢 就不应该给他们休养生息的 应该知道的时候呢 就要连根拔起 为什么会说 其实现在都仍是一个暗流涌动的时候呢 因为呢 隐藏的恶呢 第一你很难去杜绝 第二就是说了 别人懂得隐藏 即是表示他都没那么容易露出个尾巴给你去捉啦 其实呢 现在都开始有些端艺呢 去告诉大家有些什么危险的啦 因为呢 现在大家见到啦 有很多正常人的KOL呢 都纷纷退了下来 又或者产量呢 是明显减少的 又或者 有些仍然都是在现役第一线的人来说呢 但是似乎啊 暂时就没有人能够担起大旗呀 那之不过啦 黑暴在网上世界操纵假新闻呢 他们的人数 他们的势力 不单止是随着时间 没减少 反而呢 在他们那边 越来越多后喜之秀 但是我们呢 说好香港故事的人呢 往往都是处于弱势 十条有九条片都是被限流 有很多人呢 都是因为被限流的原因呢 所以心灰意懒都不再拍片 拿最近呢 即是潑水节件事为例 已经越来越少正常人 是客观去评论这件事啦 即是 都不是太多人去说你听 就是说 原来泰国的潑水节 不准潑警察的 相关的资讯能够接触到的人呢 其实就越来越少 剩下呢 就是一些阴阳怪气的人呢 就继续在香港那里 说啦 香港警察是豆腐做的 下雨都不应该出街 到其时呢 就去拘捕了个雷工 因为就是说他负责降雨嘛 是不是 很多东西呢 都还是刻意把警察的权力 无限放大 接着就说啦 警察呢 就是无法无天的存在 这样 虽然那些皇台他们这样说呢 你就没有证据说他是分裂国家 但是呢 都已经是营造着很多的心理铺垫 去为下一个他们认为 还有机会出现的19年 去做准备啊 所以这一样东西就 除了小心小心 再小心都没什么说的啦 好啦 跟着就说一下区议会啦 那这一样东西我也挺关注的 那但是逢亲说区议会呢 YouTube的视频就一定不会推的 那现在呢 其实就希望啦 就是不要再好似四年前那样 一人一票去选个区议员出来啦 因为这样呢 是代表了政府贴钱 再送个舞台去给黑暴玩啦 那下主任都有说到明啦 就是区议会是不能够再给黑暴拿贓的啦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呢 相信都不会再好似 就是上一届那样 是一人一票投出来的 那无论现在香港政府 真是有定案也好 还是未有定案也好 都不紧要的 因为自从下主任说完之后呢 那相信未来区议会的重点就是说啦 怎样是能够找到一些 是本身的底干净啦 以及有能力的人去做啦 那至于怎样去找到那个人出来呢 就已经不是问题啦 那无论是委任也好啦 无论是我们投票也好 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太过在意的 是吧 因为我们其实 为什么需要区议员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有些问题 我们想有个人 帮我们去解决啦嘛 那其实关于 帮我们解决问题的那个人 他的产生方法都好 其实无论是怎样啦 就是不需要太过留意 因为我们不是说去帮人品神嘛 我们是需要有问题的时候 有一个呢 拿着政府人工 那他就有义务 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人 就是这么简单 那个人是姓程的 是姓黄的 没什么所谓的 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有求必应 以及尽心尽力去解决问题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 还有呢 区议会这一样东西呢 如果你又要搞投票的话呢 那四百多个选区 你再是这样搞下去的话呢 一定会烧不少公帑的 因为你立法会 保选 即是你选何敬康出来那里 都已经额外用多了2000万啦 但是那里是说四个人的 保选而已喔 那你想想啦 如果是区议会四百多个人 还要是说的呢 每个候选人都必然 分散在不同地区的时候 当中会用到政府 几多的公帑 大家就想到几任恐怖啦 所以呢 就算是委任也好 都有委任的好处 最起码呢 是能够帮香港政府 省下不少钱 还有 能够被委任的人呢 当然你说他有没有关系呢 可能有 但是 较多的是 起码那个人呢 都会有点实力 还有有点实例就是说 可能他曾经 是做过地方选区 可能呢 他真是有一个却越的处理能力 总好过就是说 无端端空降一个 不知道哪里来的中五毕业的 做完七仔之后呢 然后赢了民建联的副主席 这些呢 简直就是笑话啦 是不是 其实谁做不重要 最重要做那个能够解决到问题就算了 那接着就说一下假新闻法啦 我自己一向都是这样说的 我是见到政府一拖再拖 这样又说不行 那样又说要慢慢谈 那样又说明了 那现在希望就加速和快点啦 除了要去保障那些 和国家和政府和警队形象有关的新闻之外呢 我觉得 娱乐新闻呢 如果有出现假新闻呢 都应该要去保障的 因为呢 例如以猫猫仔为首的那些人呢 就很喜欢以一些什么踢爆字眼呀 分析字眼呀 高调去讲假新闻 帮自己赚钱 那其实这些的行径政府都要保障啦 因为假的娱乐新闻往往都是牵涉到人啦 那你说叫做是为了保障明星的声誉也好 还是为了保障现在传媒界的风气也好呢 其实以猫猫仔这些寄生虫来说呢 政府是应该要第一下呢 斩立缺拘捕 判监应该要这样去做 如果不是的 即是下主任都说明啦 要保护香港呀 特别是一些信息安全呀 暗流涌动的信息呀 但是如果香港政府又是活生生 被一只寄生虫在香港继续赚钱的话呢 那就完全是落下主任面啦 所以我个人希望啦 政府就做多点 就不要说 这头又说重视国安 这头又说重视假新闻 但是原来一打开个YouTube 原来假新闻仍然继续赚到钱的 因为政府不去处理 其实间接纵容的 到时会有很多 即是不跟你说颜色 只是跟你说钱的人呢 大家一起开口埋口做假新闻 反正大家看到 咦 原来没后果的呀 咦 原来还是一种脱贫方法来的 到时很多人去模仿的话 香港政府就真是头痕啦 更加是会令到 国安一些资讯安全的事情 是会令到 好像我这些全心支持政府的人 是会有个疑问 打了一个大问号 接着就讲一讲游行的事情 其实游行这一件事 香港一直都批准复尝的了 但是 传媒就很狡猾的 阴阳怪气 顺利举行的游行 不讲 不详细报道 另外有些游行 批了不反对通知书 连牌都不用挂那些 没有记者特意去拍照的 没有人会告诉大家 香港已经变回正常了 但往往要贴牌 要贴贴纸 要穿特定衣服那些 那些传媒就不断报道 人家就好像是游街示众 囚犯 那样 往往是保佑不报喜的 那下主任就强调 即是游行就并非意见的唯一表达 其实在启德事件当中 大家都看到的 真的不是唯一的方式来的 好像代表启德居民的杨永杰 他去到最后的关头就懸崖立马 取消了游行 没所谓的 再看看之后杨永杰 怎样去帮启德居民发声 看看怎样 可以去跟政府争取多些 例如说可不可以建多个泳池 建多个图书馆在旁边 除了游行之外 都可以找立法会议员去表达意见 以及立法会议员 凭他的认知 还有凭他的能力 都可以继续去造福 不同区域的居民和市民 另外 下主任也都提到了 环保和那些民生的游行 就很容易被骑劫 其实还有多几种 即是那些什么 女权示威 苦权 还有那些人权 都很容易被骑劫的 女权和苦权 我不多说了 就和大家说人权 那些黄尸黑暴 见到人权这两个字 就流口水就觉得 哎呀终于来到我主场了 然后又很喜欢 将人权和警方做挂勾 然后一旦 警方去展开任何的 拘捕行动的时候 都会说 警方是漠视人权 甚至乎很喜欢 拉一派打一派 希望凭机会 能够 VS香港警察 所以 人权这两个字 其实人权本质不是保障那些犯罪 不是被人用藉口来攻击香港警察 我想说 如果大家有看过我以前的新闻 其实我的新闻在哪呢 在资讯栏那里 我每条片都贴了出来的 那我就真是一个 曾经为人权发声之后 就被那些黄尸黑暴起底 暗地里被那些黑社会人生恐吓的人来的 即是我自己作为一个 关注人权 亦都在人权那一方面 有发过声的人来说 我自己是明白 为什么下主任会强调就是说 这一类型的说话 这一类型的游行 很容易被人骑劫 即是好像我那样 我去捍卫残疾人士的权利 我去捍卫 即是一些基本的人权 人是不应该被人歧视的状况之下 那些人就会拿来那些黄尸黑暴就说 喂不是呀 你们政府歧视黄人 这样 很喜欢 即是那些黄人就在那里扮弱者 明明他们才是打家劫社那个 跟着在其他人真是为弱势社群发声 即是例如说 一些孕妇的人权 精神病患者的人权 一些基层市民的人权的时候 他们就很喜欢将这些光环 吐落在自己的头上 跟着又说 不是呀 我们黄尸黑暴才是弱势呀 只要你关注孕妇人权 都拜托关注我们黄尸人权 你为孕妇出声 就代表为黄尸孕妇出声 香港警察就打人呀 总之这一件事是很难搞的 亦是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人权这一件事 很难在一般市民上 用短短几个字就能够定夺到 能够定义到究竟何为人权 结果 经常被黄人拿来滥用 顺便借其他人的身份 一触光打一船人 接着有什么事的时候 可能就躲在人家的后面 就说 香港警察你反对我说的话 你不尊重苦权 接着又可以 vcon 就说去联络一些海外的组织 就借力打力地 令到其他西方的国家和组织 会有藉口可以去干预香港 又或者叫做 出声 去对香港 无论是国安法有可 还是其他的法例 都可以去进行抹黑 以及 可以令到一些 过往对于香港表现的评分 又可以拉低了 拉低了那些评分之后 又可以有新闻 继续给他们作 所以亦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香港政府真真正正需要 去处理的人权问题 老实说 作为一个过来人 我是觉得香港 在真正处理人权的一方面 其实是做得都挺差的 我不是说黄丝黑暴的人权 如何去维护一些 社会弱势社群的人权 如何为他们发声 如何为他们争取公义 其实香港政府就真的做得不够了 但是 再加上现在 很容易会被人抢走 咪的关系 是令到如果你是弱势社群 你曾经在社会遇遇过不公的话 你就会更加感同身受了 因为无论你遇遇到什么不公的时候 所有黄人 他们都能够找到位置 可能会借你单身问 然后就顺便去帮自己 去发作 去发围 总之 香港很多妖魔鬼怪 有时候有些人 可能真的遇到一些 民生的事情 去求助的时候 都可能会被 一些黄人 例如Channel C 那些 反过来将一军 走来去利用 都未顶的 希望 香港政府 所有东西做好一点 即是国安法 假新闻 维护香港弱势人士权益 那些 还有经济民生 全部努力去做好 因为毕竟现在有这么多人才能够全心为香港政府服务 政党的人才 然后政府加开了很多位置 那些 总之就大家一起努力 接着就跟大家讲一讲 习主席究竟最近做了些什么 在4月10日至13日 习主席就先后去到站干 莫名、广州等地 深入企业、港口、农村 去进行调研 习主席在13日就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 在全国新发展格局当中 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要将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作为广东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机遇 大文章就要触紧造实 摆在重中之重 以珠三角为主要阵地 举全省之力 去办好这件大事 令到粤港澳大湾区 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 高质量发展示范地 中国式的现代化引领地 习主席就强调 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主自立 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的关键 中国式的现代化不能够走一些脱实向虚的路子 必须要加快建设实体经济为资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后面的说话我就不详细读太多了 大家都明白 究竟习主席是怎样看重我们香港的地位 所以香港未来将会作为中国创科创新的一个重要领导位置的时候 希望能够撇除以前那些科学员数码港 那些很多参丝不齐公司去问政府取资金 但是是不是真的在推动这件事的这些漏像这些坏集呢 去进行一个彻彻底底的改变呢 因为井仔自己也有朋友是在做这一行 虽然他就是既得利益者 他就是开心的 但是他曾经都是一个读书人 都是希望能够将一些有用的东西 能够回馈香港的时候 反而见到 有很多人是拿着科技之名 但其实就并非去发展科技发展创新 只不过是当了他是一门生意去做 无论今次是包住一个创科的皮也好 可能下次包住一个医疗的皮 可能在做的事都是一样的 中国也好香港也好 都是需要一些全新的点子去带动 令到在创科那一方面 大家都有得吃饭 还有香港作为一个 就是进出口那么重要的港口的话 对于科技的输出 和科技的输入也都可以成为其余的大行业 去供养着香港的一批人 因为香港其实过往的楼杂 就是全部依赖于房地产那一方面 那个的副作用其实都开始浮面了 是时候要转型成为高科技的发展 因为楼的话 你卖极你都会有个限制在里面 而且楼价就永远都会波动 会有其他高高低低的状况 但是创新科技没有限制 只要你创造出来的东西 是究竟是能够改变世界的话 你自己都可以成为下一间苹果公司 你自己是可以漠视任何的经济因素 都可以发家自负 那就要看一下了 究竟政府有几大决心 去将行内的毒楼寄身重清除 然后令到更加有潜力有志向的公司 能够在香港政府赞助的状况之下 能够继续发展 以及配合大湾区的发展 将更加多的技术回饰祖国 令祖国是更加踏上一个现代化的阶梯 无论政府也好 中央也好 下主任也好 习主席 大家一起要继续努力 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都会有肿瘤 都会有人利用漏洞赚到盘满撥满 但无论在YouTube也好 还是在创科界也好 这些技术恩虫 他们就未必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 但他们是妨碍了香港的发展 这些是铁一般的事实 既然下主任这样说 令到我重现希望 希望可以在今年之前 见到很多事情能够处理得到 李家超就要努力了 不要跟着人家复述 说完人家一次的事情 不是说了就当做了 特别是网上世界的事情 因为很多观众们大家都有眼看 不过观众们是比较有理性 刻意可以去避开这些黄丝黑暴信息 但能够有智力去避开这些 是少数来的 至于大多数人怎样去拯救 政府就要加把劲 可以投放更多的资源 因为毕竟 现在说好香港故事 老实的 你打开YouTube一看 你就知道 哪一个人是处于弱势 这件事没得骗没得避 看政府怎样去善用 他当中的资源 去回馈国家和回馈社会 好了 今集节目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闷 因为毕竟全集都是与政治有关的 以及有部分的论点都是以前提及过 为什么有时候井仔会这么沉气呢 不是说我烦 不是说我骗钱 那些 是因为有些问题真的没解决 问题经常在 那就偶尔要提出来 问题你不说 人们就不会去重视 就不会去处理的 所以 有时候有多多少少重复 也希望大家能够见谅 好了 今集节目就来到这里了 我们就待会再见 好 就这样 拜拜 拜拜